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台北股市也继续涨 那我今天很开心 因为指数在往上攻的过程里面 我相信大家现在对这个行情 越来越有信心 所以今天特别有一个 满血复活的冲刺Q4的一个专案 要提供给投资朋友 现在既然 季线也这样上来了 量也补上来了 题材股一个一个在创新高 那我们跟大家报告的股票 一一都往上攻了 那还有很多的 投资朋友现阶段还在场外观望的话 我希望你可以好好利用这个专案 那庆祝风博老师 这个YT频道订阅已经达到38000人 所以我们现阶段 这个活动满血复活专案 学费限责38000 会期在延长38天 那还有一个加码的 就是还没有订阅风博老师 YouTuber的投资朋友 赶快去订阅 那我们订阅越多 我们学费折得越多 会期延长更久 假设订阅来到4万位 来到5万位 那我们的学费就限责4万 限责5万 会期就特别再延长到 40天50天 以此类推 好不好 欢迎大家好好的运用 那我们在今天早上的 这Lite文章里面就特别提到 台积电就台股 台积电就台股 台积电就全球的电子股 台积电就全球的电子股 你所现在看到的 不管是CPU 这些题材 台积电延伸嘛 扇行封装 台积电延伸嘛 设备股 台积电延伸嘛 那你对应到美国股市 台积电是不是NVIDIA的供应链 它是不是 AMD的供应链 是不是这些AI的供应链 你只要用到特殊晶片 那就是台积电嘛 那还有其他的通讯晶片 QuadCon BlockCon 也都是它的客户嘛 你只要用到的先进晶片 都是要用它 特斯拉也是用它的晶片嘛 所以台积电基本上救了整个美国股市的半导体 也救了台北股市 那它直接又再站上去 又再站上了这个千元之上 那台北股市 这就是只有多头没有空头可言的 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接下来第四季 本来一直预期应该要等到11月 美国选举后才在攻啊 这样看起来台北股市 已经不想要再继续在后面等了 它要超车了 要超车 因为你看到美股的道琼 再继续创新高 昨天晚上美国股市的 这个内容很精彩 就像昨天早上台北股市很精彩 大家如果早上还没有读到 封博老师Light文章的话 赶快赏苗QR Code小小属FSB688 你去看我今天早上写的 因为这个就是现阶段 股市多空博弈的一个 一个大的一个整理哦 昨天早上啊 我快速的讲一下好了 昨天早上是不是大家很担心几件事情 第一个 以色列中东开炮 去轰炸黎巴嫩 哇 美国股市本来涨得好好的 台北股市应该是要跟得上的啊 结果怎么样 一个开高之后 砰马上大家就赶快赶快卖 那我也讲了整个主力的一个压保 跟主力出货的一个状态嘛 那你去看里面的内容比较详细 然后呢 等到大家又想到 中国大陆股市一开盘 9点半之后 中国大陆股市一开盘就开始往上涨 因为中国大陆在昨天早上 他们开盘前 他们是9点半开盘 那9点之前他就跟大家来讲说 我们要降准降息 要救经济 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 昨天的一个A股就大涨 那昨天晚上美国股市一开始也没有涨 因为大概已经有人知道说 他们的消费者信心指数不好 所以一直压着 果然也是先压低再上 那是谁杀带上去的 阿里巴巴 京东 那一些中概股把它拉上去 你去看今天早上哦 台北股是不是继续强 台北股市继续强的过程里面 小道琼是跌的 纳斯达克也是跌的 鉴子盘都是跌的 为什么 因为他们本身的经济确实 看起来没有这么好 那放水的力道 现在降息两码之后 已经有拉上来了 那强的还是在哪里 道琼 纳斯达克还没有过高 他现在要补缺口 我跟大家讲说 这个缺口会来了 这看起来在美国大选前 他就已经要现在挑战了 会有机会 因为10月份有 有特斯拉嘛 那现在啊 苹果的危机看起来也解除了 本来昨天之前大家都在 都在讲华为三折机很厉害 那苹果的手机好像了无心意 可是怎么看 排队苹果的还是很多嘛 那华为的三折机啊 听说黄牛的价格已经在跌了 所以供应它的轴层啊 包括像 富士达照例看起来就没有这么强了 反而是新日新今天就在转强 所以现在的股票其实 很讲究气 那个 这个讯息啊 然后轮流再进行拉弹 那有特定的资金在到处点火 但是你要注意哦 他点完之后就会跑 你除非你的成本比他低 不然的话你手脚要快 好不好 好来 纳斯达克现在其实还是 台北股市这两天这么强 他涨的相对来讲 纳斯达克就比较弱 费半也是 这两天台北股市这么强 他也涨的没有那么强 到现在还没有站上纪线 但台北股市真的强啊 因为我们的纪比面真的很好 外销订单 雷六红 这个是AI 这个是云端 左右逢源 什么叫左右逢源 我们虽然现在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吵 他ECFA也不给你优惠 硕话也打压你 也不给你优惠 不能说打压 人家只是给你收关税 也没给你关税优惠 那农产品现在也要给你收关税 好那 可是他还是要需要我们 一些高科技的技术嘛 对不对 所以我们大概现在还有四成以上的出口 是出口到中国大陆 然后出口到中国大陆之后 可能再有中国大陆在出口到全世界 但是毕竟占我们的GDP的一个比重率就这么多 所以有中国大陆这个 不管是市场也好 不管是工厂也好 加工厂也好 那我们有这一块的一个市场 那他也需要我们的高科技 那另外就是有美国的一个市场 美国现在一直要求很多的一个订单 都不能用中国的 像最近这个黎巴那这个对奖金事件 那我们国内那间公司就很倒霉嘛 他其实也就是卖个东西 卖了这个BB扣这个传呼机去到欧洲 然后欧洲人再把欧洲的公司 再把它卖到中东去 他真的是无望之灾啦 但是这个东西就造成了什么 中东国家现在也不信任美国 他们要担子要转到中国去 转到中国去之后台湾会不会有接到单 也会有接到单嘛 这也是好事 那美国人现在也在担心说 哎呀中国人会不会也开始 担心这个事情 也有这个状况 所以你的通讯也不能用 你敏感的产业不能用 所以转单呢又转到台湾来 哇那台湾就是什么单都有拿到 又有台积电高科技 你所有的电子产品都要用到晶片的时候 那台湾真的就是很棒嘛 对不对经济基本面没有问题 那外销订单连六红 我想来自于这些的一个 的一个基本面的一个阐述啦 那大家知道就好 加电指数其实是越过嘛 我们刚刚到处跟大家讲来到这里 逻辑上季线这边其实是往上的 所以他来到这里季线是往下压的 那照理讲在这边整理 我本来预计要在这边整理 但是啊 我们会知道美国会降息降准 我们会降息 我们不晓得中国会降息降准 我们也不知道 每次一打仗台湾就受惠 一打仗我们就受惠 一打仗之后 我们反而这一次的一个打仗之后 我们开始受惠了 那昨天先站上季线 今天再往上空季线 哇短短两天啊 指数涨大概500点左右了 500多点 非常的强 那跳空再越过来这边 既然已经来到这里了 量今天虽然还是不是很够啊 但是有补补量出来 接下来就是大家都有机会了 这个缺口看来 在选前啊 这应该是一个目标区了啦 在美国大选前 这个缺口应该是我们指数的目标区啦 指数目标区 好来贵买指数 今年也是一根长空 把这缺口补了 他会先来去挑战新高 贵买指数先去挑战新高 好来赢家观点我们看的是 光东逊的联雅联军跟勇德 能源股的红灯联雅明年要转上市 那云豹北基 北基我们已经跟大家讲很久 应该大家有看到应该都赚钱啦 好 因为今天已经完全正式填权洗楼 我正式填权洗楼 那车店一定在创新高 强者很强 这种比较适合什么 比较适合 当冲 隔日冲 这就不是你这时候布局了 这不是布局的时候 你要去买它在60块左右的位置 那就是什么 现在的乙胜 定你现在已经来到短线压 还会休息啦 要在基础上工需要更大的量 更好的营收成绩 那这里能够去做布局的应该是乙胜 好来 这个大弹外溢单 光通讯真的是很厉害啦 那这里面也有一个部分是 其实很妙的是联雅 现在市场传的是接中国订单 800机的中国订单 那很有可能明年可以赚4块到5块 后年可能就赚12块 15块 那因为它很多年没有好 那就像人家是为了去 专研技术 等待机会 就像过去是这个样子啦 很多的股票它其实在涨的时候 你看它都没有营收没有获利 所以大家不敢买 我也体会大家不敢买嘛 所以我们跟大家讲永德 那之前跟大家讲最好是联军嘛 那联军那时候在讲的时候是60多块70块 后来涨到100块拉回到80几块 我就跟你们讲还是可以买 但100到150之后我就跟你讲说 这边其实不太适合叫做布局啦 那就不是布局了 但它还是相对强 它是有营收在做加持 那一直以来这个整个题材 就一直不断发酵 那这就是台北股市的特性 台北股市的特性 只不过啊 你可以应该可以看得到 我这是9月13号给大家再讲一遍 对不对 我盖了一个牌 我很少盖牌啦 很少盖牌 月的月线 其实我当时候在看 这个应该是打底完成 这两年的底部上来 应该是要去挑战前波的一个高点 这个这里应该是要来了 当时有210 那到9月20号它其实 当美国降息确定之后 它就开始往上攻了嘛 然后解禁之后继续攻嘛 那昨天继续涨 今天已经拿到289 今天其实差一档就涨停 我跟各位报告 我说你不敢买没有关系 你不要去空它 因为这里都是在进行轄空 它确实没有营收 确实没有营收 忘了把那个打开来 确实营收只有一亿啦 今年大概也是亏损啦 也是亏损啦 所以你不敢买没有关系 那个很正常 我们也不喜欢推荐这种股票 但是这个就是我要跟你讲的 是现在市场的一个 多空博弈的特性啊 那股票本来就是 你买我卖 你卖我买 就是一个买卖行为嘛 那在这里面 我说在这里我都觉得说 你没有数字 你这边涨完之后应该休息整理 让给别人 但是你后面的故事不一样嘛 因为其实联雅一直是光宗训的龙头 那以前是三四百块的股票 那这个大家也都知道啊 那这几年真的是没有 第一没有中国大陆的订单 然后进展又没有这么好 那现在说又有中国大陆的订单 然后又是最先进的 人家中国大陆喜欢弯道超舍 我不晓得有没有在 1516年在中国大陆待过的 投资朋友 因为那段时间风老师正好在中国大陆 他们那时候啊 我们台北还在用什么 3G 15年 冯老师去的时候手机还是用3G 我只有那时候是用HTC的M1 HTC的M1 最早我也用 我也有用Android的手机 可是我到了中国大陆那一段时间 这我发现了 第一 他们直接跳到4G了 他们没有3G哦 他们基本上几乎没有3G哦 他们大概是从2.5G直接跳4G 所以我们进去 我到中国大陆是用3G的手机 我发现网络真的是很慢 那只能换手机 包括说我当地的小米我也用过 其实当地的系统是还不错啦 小米算CP值很高 而且很便宜哦 大概1000块人民币不到 就可以有4G手机的一个通讯 我们现在都用5G对不对 那时候用4G 后来风老师当然还是换到iPhone去啦 用iPhone是比较合适啦 比较适合 然后就一路用到现在 那你来看哦 当时候的环境是这个样子 没有没有他们不会是跟你一 从基础上面一叠一叠叠上来 他直接要跳到什么 2G 2.5G他直接是跳到4G 他们基础建设直接冲4G 那现在他们在5G 未来他们要做6G了 因为华为现在在 在5G跟6G的这个专利好像是全球第一大 5G是全球第一大啦 6G现在是美国也要往这边去做抢夺的一个动作 要抢专利的动作 那未来很快又会来 但我要讲的是 联雅他是做800G的龙头 现在市场主流才刚刚要转到400G而已 那中国大陆找联雅听说就是直接做800G的 这故事说起来也通啦 故事说起来也通就看你买不买单嘛 不过筹码买单了啦 我只能跟大家讲筹码买单 这里大概是一个索码量 这里都没有量 所以这是一个索码量 索码量只要一旦站稳 没有被跌破 开始往上走的时候 这里正好他是关紧币嘛 关完紧币之后一路往上走 又正好又要等美国降息 那我们当时跟大家讲说 12月13号我跟大家讲说 这股票这里看起来是要攻了 因为已经手很稳了 这个已经抵打完了 底部的股票你不太能要求它基本面太好 过去在这么高的价格嘛 对不对 那你在底部你能够要求它EPS有多少 就是因为没有EPS 没有营收才会在底部 你看过去是五六百块 四五百块五六百块股票 好那这里上来之后 我9月13号跟你用月线来看 我说我只能用这样说服我自己 也能这样告诉你们 那他就是未来要做这样的动作 那800G那结果就来到今天 高点来到289 当然他震荡很大 震荡很大 这就需要有专业的操作手法 我这个操作手法 你如果是在这里买的你就不担心了 那如果在这里才进场的话 你就是要好好跟着冯文老师在做 但我可以跟大家讲 这里不会是什么 这里不会是终点 这里不会是终点 你看到这个月线你没有发现 这个不过是一个底部而已 那终极目标要到哪里 到这里吗 还是这里呢 还是这里呢 这个都有想象空间 股票不要预设高点 我只能说 这里没有买没有关系 要买请你跟着冯文老师买 那你如果 没有买也没有跟着冯文老师 但你不要去放空他好不好 因为他现在融卷越来越多 我看不用多久就要开始标戒了 他今天的走法很可爱 叫做先右空 再 嘎空 再 沙短多 再 拉到平盘 上 小涨 但是你去看他的一个K线形态 短线上你看着他股票每天这样涨 你真的会受不了 可是你如果把时间拉长来看 你就会发现原来 人家还在走一个多头的格局没有变 好来 这个不敢买没关系 联军 这里我是不建议 这里我是不建议 这里我不建议 联军过去也是光通讯的安一基之一 我们之前跟大家来讲的是 从去年跟大家第一次提大概50多块60块 那今年大概70块左右跟大家再提 然后 冲到100块 涨了五成 拉回来再80几块又跟大家再提 那这里他其实又有一个锁码量之后再做攻击 但是我要是要讲 这边基本上都不是盘面的带头了 这一波带头的光通讯 从去年第一棒是叫华星光 做股票你一定要知道谁是带头嘛 第一棒是华星光 今年的第一棒叫上全 警戒的就是6451的讯星K1 然后就是联军 然后就是联雅 这些都是带头的 你能够做到几档 你基本上都有两倍以上的一个获利 那中间进去你有看到三成五成 也都是很棒 只要有赚钱我觉得都是好 那我说这些还没有再买的话 勇德我觉得他达到另外一个境界了 因为我刚刚给你看到的联雅 明年的获利一定输勇德 给你看到的联军明年获利也没有勇德好 但是勇德明年的获利 以他现在的本预比来看大概不到10倍 他明年会7块钱到10块钱之间 因为他今年有下半年据说 上半年有2块嘛 2块是赢联雅因为联雅亏损 赢联军嘛 联军也没什么赚钱嘛 小赚而已嘛不到1块钱 那勇德上半年赚2块 而且营收比去年差 因为他在转换产品嘛 那当然他跟他们两个不太一样 他们一个是封装嘛 对不对 一个是模组嘛 那以勇德来讲他是做连接器 这个比重来讲没有这么好 那你想想看 今年可以7块 明年8块5 这个也是不错啦 那我们之前在7月份就做过这一段了 遇到前高压力会压回休息 我们在这里 逃了一段 然后我们在这里再跟大家再做提醒 很多同学们说来到前波要不要卖 我说来到压力先卖 先卖一些嘛 又回到支撑之后 又是一个布局区 冲上来之后来 现在的一个状况不一样 因为他已经 这个山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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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次两次三次 这一次再上去之后 创高爆量拉回休息这里 我昨天跟大家讲 像这种创高爆量拉回 短期上会休息 但他今天直接就怎么样 缩亮了 那这个K线 没有特别明显 但其实他也是类似母子韵韵线 就是一根大的K棒 包着一根小K棒 不管他红的黑的是一样 但你用一个对比的角度来看 不是说他特别特别好 虽然他已经很好了 可是你对比我刚刚所说的 获利性没有这么高的个股的话 他本一比就是很低 那这一个大的一个压力区 攻一次 大宇三过加门而不入 对不对 那个山过不入 第四次就要入了嘛 刘备拜访这个孔明三次 也要请出山了嘛 这一次两次三次 那这第四次这个 这个逻辑上啊 他站稳百元 昨天高点是102.5 他站稳100元之后 他另外一个波段起涨又开始 又没有压力了嘛 没有压力了嘛 那这个公司我觉得 在这个位置 EPS本一比的角度来看 你要去把握啦 好不好 好来 那能源股嘛 这个是 一定要必须来 未来的资料中心来台湾 都要能源嘛 红能源明年转上市 那这个创业板 因为他现在在创业板 很难交易啦 一定要有财力证明 还要让证券公司 帮你做一些评估 才可以去买 比较 没有那么popular 没有让大家那么容易买 但你看到股价 那冲一波高点 拉回来季线 冲一波没有过 没关系 回来季线再冲一波 好那明天 会不会上 我觉得会啦 但是 价格不便宜了 价格不便宜了 所以相对比较便宜叫云豹 那你也要特别注意 因为云豹在这里面 很多投资没有问我 你们是套在这里我知道 那跌破季线 我说这里都是可以加码的点 那站稳季线 当然是最好的买点 最安全 因为往下你有季线的支撑 既现在237嘛 今天最低236.5就拉起来 那你就去留意到 他明天 红的能源有没有一架到底 有没有锁涨停 这红的能源不是只涨而已 他有没有锁涨停 他有没有锁涨停 这很重要 那假设没有 那云豹你就要去注意 这个缺口如果来接近 他补了 他也会休息 这个是我先跟大家提醒 那我跟大家来讲 大家很容易可以去布局的是 就是本身有 有银件 有加油站 然后旗下又有3D能源的北基嘛 那在基线附近布局比较安全 这个下来是因为他除全席嘛 那除全席卸来之后 我说这边都还是很好买嘛 一路的上来 今天有个很大的重点是 64.7 还原全值已经73块了 这一天啊 大家如果有印象 我在这里面 我在这一天啊 我在这一天啊 在东升有连线 东升有连线 大概66块附近 66块附近 我们跟大家再讲 我说这个拉回来 这一定都是早买点嘛 那这一天的收盘是64.5 那今天最高点是64.7 也就是说 你还原全值来到73块了 你如果在这个附近买的人 你在附近买的人 你基本上你都赚了什么 你都赚了10%以上 除息有0.7 除全有1.3 这130股啦 那你这边 假设是在他除全息前去买的 那你在这边 今天你基本上价格都已经 完全填全息了嘛 你还有什么 10月份他要配给你的股票 你一张他都配你130股 10张就配你1.3张 那假设你是40张就有5.2张 这个意思大家懂齁 那5.2张 那这里又是你的成本附近的话 那代表什么 那5张就是 5.2张就是 没有什么 没有成本的 5张 假设现在60块就是30幾万嘛 对不对 那就是你赚的 来 那我会想他在这里面 因为来到了机械人之后呢 明天 红的能源会跟他有很大的关系 会有很大的关系 可以特别留意到 红的能源如果大涨 当然北极还会继续往上冲 如果红的能源没有锁住涨停 那他可能就是 短线休息震盪整理啊 整理一段时间都在工 因为毕竟来到这里了嘛 来到这里嘛 量能一直没有有效出来嘛 就表示这个筹码被人家有效锁定 就看主力要不要拉而已 好不好 但是封老师的责任都尽了啦 你们所有人买这样的股票都赚钱 来 车用 来今天又传出了美国要打红链 就是 美国部长雷蒙多 前几天讲 以前的雷蒙多讲了这句话 商务部部长雷蒙多 讲了这句话说 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团呼机啊 会这样爆炸大家很紧张 然后呢 美国人就说 哎呀 哎呀如果是要有中国大陆 现在有300万台的特斯拉 那 中国大陆也在担心说 这个美国可不可以控制嘛 对不对 那美国人就在想说 哇那 那未来如果中国大陆卖车给我们 那 会不会也有这种疑虑 其实我是这样想啊 当人家提出来这种疑虑 就是因为他可能他可以做得到 所以他想别人也有可能会做得到 他就很担心嘛 所以他就要开始打红色供应链 其实这样一打 还是爽到台湾啦 还是爽到台湾 就是这样转单嘛 车用电子转单嘛 我车用电子转单嘛 我车用电子给你讲很多了嘛 这个是我们太早就跟大家来讲 如果大家有印象 我们其实在这附近 就已经跟大家提过定义了嘛 60多块就跟大家讲过定义了嘛 那这一波来到这里爆量 爆量一定休息嘛 昨天爆量休息 今天是还是强制的 这算很强喔 爆量之后 这还算很强喔 那毕竟啊 这波上来其实也涨了超过两成多 快三成了 60出头涨到了82块 涨了大概三成多 60多块涨到这里 涨了三成多 所以休息一下是合理的 那你要买的股票 我还是讲 你要去买这里的股票 才会赚钱啊 那一粒店是这里买的 才会赚钱嘛 但他走势其实没有像他那么好 其实走得很很稳囤 这个就是以前在讲VR的时候 当充客压力很大啦 所以他就没办法像他走得这么凶 但是其实你如果按照9月份到现在 他们涨幅是一样的喔 60块到80几块 今天接近90块 66到90大概也是将近三成多块 四成 那这个也是三成多 三成多块四成 那你不可能在这里去买 涨三成多到四成的股票 因为他毕竟不是那种爆发力超强的 那比较稳健的 我这两天跟大家再讲以剩KY嘛 鸿海集团 集团做账题材 AI伺服器的机壳机柜 低轨道卫星用的机构件 也是特斯拉 车用特斯拉 能源特斯拉 充电充电装力应免器 营收在创新高 他的一个产品 他的竞争优势 这张图表给大家看 好那这个是一个W完成之后 我们才在这里买 其实我们如果有投票印象 我们在这里就操作过他了啦 对不对 我们在这里有操作过 涨一段拉回来整理之后再往上走 那这里又打出了 重新打W的一个底部 扣底在这里 其实没有几天他就扣底高值就开始往下走 那我发现投信在这里面 有悄悄在买一些股票 昨天投信有买 所以今天早上有当充客看上 有先来做一段 但他没所谓 充一充 维持在这个位置 跳空突破 今天如果投信持续买超 那我相信啊 明天他就开高 就一路的往上攻了啦 他就有机会一路往上攻 因为这个位置跟这个位置是平行的 所以他只要拉出一根长空 基本上就来到这里了 他就不需要等季线扣底往下 就像今天的大盘一样 好不好 这个W底也完成了 这个鸿海家族的股票 我认为啊 前波高点一定会过的 因为他最重要的关键在于 他很早就在墨西哥设厂 这个很重要 因为之前都是电池厂先去那边 他是要提供不管是 NB组装或者是 NB的供应链 PC的供应链 手机供应链 但是现在他们要做什么 你要供应本土最近的就是什么 AI Server的供应链 所以这些都过去了 但是汽车这个投资是比较大的 可是以盛老早就在墨西哥投资好了 所以他就是最接近美国本土的特斯拉供应链 这个你要特别留意 好不好 我认为前波的高点必到 必过 这里70多块 这里才60几 你要去买60出头的电影 还是要去买80出头的电影 那以盛KY现在的位置 大概就60出头的一个电影 大家好好把握 好满血复合的Q4专案 欢迎大家 冯老师趁着这次 这个YouTube的订阅 订阅已经来到3.8万人 特别给大家申请 学费限责3万8 会期延长38天 还没有加入YT的 赶快去加入 加入越多 冯老师未来给的整扣就越多 希望大家永远把握这次机会 跟我们一起迎接第四季 这个超级大行业 因为9月已经这么强 10月还会更好 11月震荡整理完之后 我认为 那一波到年底 是大家赚超级大红帽的一个好时机 好请大家好好利用 这一次的一个满血复复的专案 那今天分享就到这边 运输大家明天操作 顺利愉快 我们明天见 拜拜 订阅 分享给你的朋友 当然也欢迎大家 加入我的LINE AT帐号 小老鼠FSB688 你将获得第一手标股的资料 如果你还有任何操作商务庭 欢迎视讯封路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财物利益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付投资风险